長長我們很想知道啊 我們很難想像從一個虛擬的數位檔案 我們接收到之後 要怎麼變成一份報紙呢 那我們中間需要製作版 那我們的版需要很多步驟 最後才能印刷嘛 那這個流程是怎麼樣呢 我們從那個輸出心輸出底片之後 那師傅他會把底片來做校對 校對完底片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就會送到後面的賽板繼續賽板 那賽板機賽板當中 可能會有一些這個物場 他們都會戴帽子 那防止頭髮掉了 所以我們對品質的要求是蠻注意的 就有一點點的法務會造成什麼影響 那在讀者拿到的報紙上面 就會有一些有頭髮或是瑕疵 髒點這一些 那賽板完之後呢 經過沖板機 沖板機把藥膜洗掉 留下我們需要的印紋 然後之後經過輸送帶進入彎板機 彎板機彎出我們要畫板的角度 等到一套一套起板之後 最後面剪板的師傅 再拿到降板機去降板 然後供應刷機使用 再拿到最後一套 最後一套步驟 降板的意思是什麼 降板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等到最後一塊板起板 我們才沒有太硬 那降板就是告訴印刷機 我們這一套板已經起了 譬如台北市板 全部都起了 那底下印刷機的操作人員 拿了板之後掛板 就可以直接生產 開啟板 打開石前 익我 只會對我的山更Before 台北市板 從此為大元 拿來 等待 關於我們的生產線 規模是怎麼樣 這邊新屋印刷廠的板房 它有三條生產動線 分別是三台賽板機 對一台溫板機 所以它們的產能是滿大的 可以應付我們每天的 萬分的爆量嗎 是的 板房這邊是沒有問題 關於我們的設備 廠長跟我們聊一下 我們跟別人家的設備 我們是不是精良許多 在印刷機部分 我們在台灣算是還要有優勢 因為我們是用單扶雙版的印刷機 其他報社都是雙扶雙版 單扶雙版的話 它的套度品質很好 我們知道蘋果日報最大的特色 就是我們的報紙 非常的漂亮 怎麼說呢 我們每張圖片都又大又鮮豔 那我們的彩色報紙到底是怎麼印出來的呢 廠長 那大家看到彩色的報紙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麼漂亮這麼大張的報紙 然後產量那麼大 那主要的原因是我們的輪轉印刷機 跟彩色引用機的原理不同 那報紙的印刷它需要用四色去疊印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藍色可以單獨一個顏色 紅色單獨一個顏色 黃色單獨一個顏色 在最後是黑色 經過四色套印之後呢 它就變成漂亮的彩色 那最初的時候我們產色的整體漏量增加得非常高 那有一些髒手的情況 所以後續我們有做了一些改善 除了降低整體漏量的濃度之外 我們還經過了一個舍墨系統 能夠減少一些髒手的發生 我相信骨折應該會感受得到 早期抱著手摸完就黑黑對不對 現在就不會有這樣的情號吧 我們還是持續在改善當中 是